其實我本身很信命理 我最信的命理 真的 真的 我最信的命理是 我講出來你們不要笑 就是張文宗 沒有啦 張文宗有他的一套 你要看他這樣子 他其實有點像技工一樣 當他真的辦起事的時候 跟你講 統統世道 那個錢也不會少收 我跟你講 前幾年然後 我就跟他很熟了 我什麼事都要去問詹老師 然後前幾年 張老師也找我一起做了生機 我 玉琳哥 還有彥均 我跟你講我們四個人 做生機之後不得了了 不管是事業什麼的都很好 我做了之後 這個身體也健康 東區又買了一個店面 然後玉琳哥節目接不完 彥均也是一樣 我就覺得老師真的有 這方面不是開玩笑的 對 他就說 上次我也遇過 老師也曾經跟我講 小鐘 你這個年紀 也該找個半了 對 我說那我結婚呢 他說 你結婚也可能活不到老 為什麼 什麼意思 他說可能你的另外一半會 你以為是可以幫你帶來一些 可以遮風擋雨 結果往往你的另外一半可以帶來的 風雨都是他帶來的 本身就是風雨 對 所以老師就說你這個比較麻煩 所以你就不結了 我就暫時就是先觀望 那我每一次譬如說出外景或幹嘛 其實我都會問老師 因為他會跟我們外景說真的 我跟五熊常出外景 你外景其實真的很危險 很多不可逆的一個元素 但你也沒辦法去抗拒 所以我每次出外景都會問老師 然後前幾年有一次出外景 那個老師就說你今年的運勢 你那個所有危險的這個 水啊 什麼都不要碰 高空的都不要碰 他說否則會對你來講 會有很大的影響 一不小心可能會帶 可能會成為遺座就對了 會有這麼嚴重 我說可是 我當時又只有那個節目 所以你不玩的話 那製作說 我花錢我請你來幹嘛 就是很掙扎 不是 你跟以前的外景 不是到處吃的嗎 對 沒有 在吃之前很辛苦 對 我們還在的時候超辛苦的 超辛苦的 我們吃不是吃正常的 我們要吃海蟑螂 要吃船湧 要吃樹蟲 以前都要吃蟲 蟲 然後我們還要玩那個很高的 那個往高空的什麼 那真的是 以前這樣很危險 很危險 那好死不死我們到了紐西蘭了 紐西蘭剛好它有一個 我看應該還好 因為噴射快體頂多就是飛得很快 但是它噴射快體可怕的地方是 它會旋轉 你看 它會急煞 就好像速度飆到150 突然給你煞車然後旋轉這樣 天啊 我以為說還好 但如果它不做這個效果就不用拍了 對 然後那個開船的人 又看到我們是媒體 平常它頂多轉個15圈 人來風 轉了快50圈 我的老天爺 轉到我就 我轉 剛開始我還可以做效果 害怕 轉 轉到第15 第20圈的時候 我開始 我左手開始麻 然後我左腳開始麻 然後開始 我快不能動了 我趕快叫那個開船說 I gonna die Please stop 他還說 準備 Come on 我真的快死掉了 然後快 我真的就是叫那個 他以為他在做效果 對 他看得很興奮 你知道嗎 製作人也很興奮 因為他覺得效果 忠哥你這次效果做得很好 我都沒有 我快死了 然後叫他停 然後就趕快把我扶到那個 扶到那個旁邊 我跟你講真的快死掉 我當時的手是 是有點 有點硬邦邦 臭斤 已經沒辦法動了 我覺得我快要中風了 我快要死掉 我那時候真的快死在牛氣了 而且還有影片給大家看一下 因為那時候 鮪魚沒有幫我PC 鮪魚還幫我拍影片 真的 我臉蒼白 你的手怎麼會這麼不自然 這樣 Q在那裡 出力 Q在那裡 我想問一下那個心臟科醫生 我是不是快往生了 對 這個是看起來像過度喚氣的情形 嚇到你沒有好好的吸氣 沒有好好的吸氣吐氣 吸氣吐氣 等於你憋氣 而且手又抓得很緊 對 我抓得對 我手 我一開始手抓很緊 你發現它轉太多氣 我連腳都很緊 那很不舒服 你是全身僵硬 全身僵硬的 應該是過度喚氣 過度喚氣 過度喚氣的時候 你體內二氧化湯被代謝掉了 變呼吸 就是自己嚇自己 對 做得很好 所以現在還在這樣 為什麼這些醫生那麼專業 搞得這樣我自己嚇自己 不是我們快做風格 所以故事告訴我們 我們這個年齡不能再搞這種 真的不能再玩了 真的 尤其在國外 所以現在就都只敢吃吃喝喝了 對 現在都 我發現那一次之後 老師就 老師跟我講的時候 我說發覺老師講的是對的 真的是刺激的 我們這個年紀真的不能再玩了 真的太危險了 我記得有一次我們去出國 你玩那個高空滑索 從50幾層樓 我是滑下去 他滑下來在我面前 他嘴唇蒼白 我第一次看到他說不出話 忠哥 你有這種過程 有 其實我們真的那時候很辛苦 對 我下來直接罵製作人 我說你下次再安排這種看看 他下次又來 忠哥上次說出很好 我跟你講 我們那個桃園不是有紅色大橋嗎 我跟陶晉瑩做一個節目 第一集就要叫我去挑那個大橋 我復星 復星鄉的那個 對 有高度 結果媒體都來了 到三十加在那邊 要等牌 我綁三十 跳三中我還沒跳 那也不太難了 那太可怕了 我始終後來也是沒跳 記者開始罵一面罵一面 我之前是有遇過有一個就是 一個阿姨 然後他之前其實是常常消化道初選 那他兒子很好玩 他兒子後來跟我也就比較熟了 他就跟我說 K是 你知道你們醫院旁邊有一個什麼茶茶公 他說他是那邊的廟公 然後叫我有空去跟他泡茶聊天這樣子 那我就聽聽就算了 我就想說我下班都很累 我還去找你 結果後來有一天 他媽媽也來了 他媽媽在隔壁桌 隔壁床 那有一個中年男性 40 還比我年輕一點 40一二歲 那我們就幫他做檢查 我就幫他掃腸 他說他肚子痛 我就幫他掃腸 就看到有一個肝腫瘤 那我就後來又幫他安排了一個電腦斷層 看起來是一個肝癌 那我就跟他說 你這個腫瘤其實沒有很大 他其實應該是可以做酸塞的 我覺得有時候患者也很好玩 你都幫他做檢查 他都不講話 然後等到我跟他說 你有做過治療嗎 他說其實我早就知道我有肝癌 誰說考討厭你的意思 對啊 他都知道 他都不跟你講 然後做完做一堆之後 他說我知道我有肝癌 我說那你知道 那你有做治療嗎 他說我之前有去問過神明 神明說我這個不能動刀 也不能做什麼酸塞 都不能去碰他 碰他可能會 就做的過程就死掉 因為他很年輕 40幾歲 而且他那個是單一的 然後旁邊看起來也都還沒有什麼明顯的轉 是可以處理的東西 對 逼竿帶緣 那麼早發現為什麼不去處理再三四公分 然後結果這個時候就是那個阿姨他兒子 就那個廟公在隔壁床 隔壁床 他就後來就把我拉到旁邊 他說可以是 你跟他講 叫他去我那個公裡面 去那個公裡 我幫你處理 我幫你處理 有可能他說 他說每個遇到的醫師不一樣 命就會改變 我說還有這種說法 然後我後來我又跑去跟那個病人講 我說 這樣好了 我們醫院附近有一個叉叉公 老實講 我也還真的不知道那個公在哪裡 我們醫院附近有一個叉叉公 還滿有名的 要不然你去找那個神明再問問看 那個病人後來就AED 就是自動離院就回去了 他說我這次不治療 然後結果過兩天我在上班 結果我們檢商護理師就說 老客 有一個病人指定要你看 然後我就看一下 就前兩天那個病人 他說沒有 我去問那個叉叉公 然後那個神明跟我說 不一樣的醫師就有不一樣的結果 然後叫我再來找 再來你們醫院找那個醫師 他說好 那你這次願意治療了 他說要 我之前我也很想治療 可是我就去求了兩間都說不行動 對啊 他不行動 他這樣養了半年多 我就幫他好好找 我就找我們醫院裡面最拿手 做那個肝腫瘤酸塞的醫師 處理到很好 所以有時候其實認識一些妙公 對急診醫師來說其實是有好處 其實你可以跟那個妙公 相互相合作 對啊 畢業結盟 對啊 結盟也結盟 結盟也叫簽約碼 對 我們教會也是常常有得醫治的 所以我們也會有類似這種 就是死不要看醫生的 就是他覺得上帝跟他說話 他說上帝給我應許了 我會得醫治 因為我們其實教會很習慣有神機發生 像我們就有一個例子 長輩不要去看不吃那高血壓的藥 他已經被判定有高血壓 可是他覺得說上帝跟他說他一定會好 那可是情況沒有變好 所以我們就要去跟他說明 然後就鼓勵他說 其實上帝創造醫院跟醫生 都是他的工作 那這個藥如果吃進去 上帝不祝福他也不會發 不會有功效 所以幫他小以大意之後 其實我最後發現 只要人有信心就可以去做了 對啊 就是一個心理醫師 對 很重要 他有一個依賴 在 ними captures過了